基本情况 我觉得我们之间最缺乏的就是新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发现他的行踪开始鬼鬼祟祟 我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既然选择了你做我的一朋友 我就觉得你应该有自信 不是我缺乏安全感 是他频繁地出现问题 真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清楚 这样天天解释的日子好累 能不能让我们的恋爱轻松一点 轻松和沉重 在不同人的眼中分量是不一样的 我们怎么来解读女生没有安全感 又怎么来解读男生所要的那一点点的轻松呢 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邝25岁来自重庆 私营店主 女嘉宾小文25岁同样来自重庆 广告设计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愿意 我愿意 小片当中你谈到了他鬼鬼祟祟偷摸摸 是指什么呢 他一直跟他那个前女友一直暧昧不清 这让我特别受不了 有一次我翻他手机然后就看见他和他那个前女友的那个照片 而且特别亲密 都已经分手了你说是吧 为什么还存着他们的那个照片呢 你让我怎么想啊 你应该知道我手机上面内存比较大 我买手机到现在我所有照片都没有霜过 那还有一次就是我上那个他的QQ 然后看到他跟他前女友的那些暧昧短信 什么亲在干嘛呀 这个是暧昧短信吗 我只问了一些亲你吃饭了吗 平时我去淘宝商城买东西的时候 我也问那些淘宝买家呀 我说亲 你女朋友穿什么颜色比较好一点 亲什么尺码比较好一点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这淘宝给你们提供了很好的借口啊 这个女生有怎么了 那个我想说一件事 那一次情人节嘛 我想买一个礼物给我女朋友 因为她喜欢红色 我就跟她想选了一件红色的连衣裙 我以为她会很高兴 但是当她拆开的时候 拿着剪刀插插两下 你知道吗 我看的那个裙子的时候 其实我是高兴的 但是我看那个尺码居然是个M号 那个时候我才80多不到90斤 你说你给我买个M号 她以前那个女朋友就是穿M号的嘛 你是不是给你以前女朋友买了的 然后她不要才给我的呀 你不要这样胡思乱想 我什么时候穿那个M号的呀 你不要这样胡思乱想好不好 连衣裙本来就是修身款 那个店员建议我选大一点的号 你说90斤能穿M号吗 你也不应该把它剪了呀 你也等我解释清楚了来嘛 对你可以去换 我当时就特别生气真的 明白了 你说我问一个问题 你们俩谈恋爱之前 她就合盘托出了 她跟她前女友的所有细节吗 其实是这样的主持人 其实她以前的那个前女友 其实是我的闺蜜 你是属于 恰男友啊 是这样的 不是 不是 是这样的 我们听听 我和我群女朋友的话 是相亲的时候认识的 当时我们在网上聊天 但是等我们真正见面的时候 就是感觉双方都不来电 但是我们还是很友好的相处了三个月 就是也没有正儿八经的拍拖 但是在这三个月当中 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女朋友 就是我感觉 因为我们一起去玩耍的时候 做一些事情 都有一些共同点 一些共同的爱好 那么当我和我前任女朋友 和平分手之后 我就是和我现在的女朋友 就是交往了 所以人家说那句话 对啊 防火防盗防闺闺蜜 确定不是你撬了闺蜜的男友吧 我确定没有 没有这回事 是我和 就是我前女友分手 一个月之后 我们才开始的 确实跟前女友不来电是吧 是的 现在你跟前女友 到底是个什么关系 朋友 真的是朋友 就是朋友关系 是的 胡说 完全就是那个 暧昧不清的一直 你是认为爱美 一直都有往来 一直还都有往来 对 而且都是背着我 所以是不是正应了那句话呢 因为失去 所以才觉得好 这大概你是一个心结 是吧 你要问他呢 主持人真的 真的没有这个意思 没有这个意思是吧 对 你确定没这个意思 是的 你确定跟那个女生 是个普通的朋友关系 是吧 是的 变魔术的人说 这是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 要我们请出他的前女友 他的好闺蜜 来 有请 欢迎 小米 是吧 你好 主持人 这位是你的 算前男友吧 只是前男友吗 现在咱是好哥们那种 哥们 对 因为我性格比较 你确定是好哥们吗 我们俩确实没啥 你总是怀疑我们 我们有啥 我们俩 我们三之前不是也有一个群吗 我们有啥都在里面说的 那为什么有一次 你从成都下飞机回来 然后那天晚上他很晚都没回来 第二天回来我就问他去哪了 他说公司加班 但是后来我从他那个口袋里 翻出了去那个成都的高速公路过路票 这怎么解释得通啊 从成都回来那时确实是因为飞机晚点 那时候回重庆已经没车了 飞机起飞前我就寻发了一条短信给我的所有的朋友嘛 就说谁有空我玩来接一下我 我不想在成都住那晚 然后后来小框他第一个给我回来短信 然后我想我想他我闺蜜男朋友 我觉得也没什么呀 而且我跟他现在也很关系也挺不错的 我觉得他来接我我也放心对吧 我让我一个女孩子打车回来多不安全这么远 当时的情况就怎么样了 你叫谁接不好非得叫他呀 而且那晚上他一晚上没回来 你们去哪我怎么知道啊 你自己算算我都差不多12点了下飞机 然后我还要取行的这些 从成都回来怎么这开车也得三四个小时吧 都凌晨三四点钟了 你觉得那时候他回来合适吗 那时候回来你不也得吵架吗 这事就别算了吧 回和不回其实没什么区别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你哈 还喜欢他吗 其实现在以前那时候 我们俩相处的时候没什么感觉 我觉得后来吧 我觉得他挺可怜的 而且我觉得他挺适合做老公的 等等 你什么意思呀你现在 你什么意思呀 没事吗 我说他挺适合做老公 不代表他就和我有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他们俩分手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在跟他在一起 你还愿意接着是吧 对呀 我觉得人好就行 你不说没什么吗 你现在为什么说这种话呀 我都说了 如果你们俩分手 你们明摆着我讲吗 你不是一直吵着要分手吗 这是我说女朋友啊 是啊 我说了 如果你们俩分手 我可以接受 你觉得你现在说这种话适合吗 这个 有什么不适合的 我们俩没啥 你都可以说成我们俩有啥 你要什么才叫有啥呀 你那个想法都这样了 还不叫有啥呀 我说了 你们俩分手 如果你们俩不分手 我也真心地祝福你们俩 相处的时候没感觉 对 可能就因为相亲 大家心里头都有点不舒服 但是现在处下来 觉得这男生还 过日子的话很好 他跟文文在一起吧 家务啊 什么都 所有都他一个人做了 我觉得这样 会体贴女生的男孩子 我觉得过日子很好 两个都喜欢 喜欢哪一个 其实主持人 我一直就是表明那个态度 就是 为什么态度这么迟疑啊 你让他说 你让他说 为什么这一次我想 就是站在这个节目上面 说呢 其实我就是想跟你说清楚 这件事情 想说明白什么呢 我喜欢你 跟他是什么关系 朋友关系 哥们 对 确定是哥们 是的 现在是 现在是 我都说了 如果他们俩分手 我肯定 就未来不一定是 对 如果他们俩分手 就不一定 哎呀 人类有想象 多么的可怕呀 你心里面是不是 喜欢这个男人 喜欢 你会刻意的去破坏 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吗 还是只是默默的 会 一直没有 咱们有那么一句话叫 兄弟如手足 老婆如衣服 现在你是断手足呢 还是换衣服 我觉得爱情是爱情 友情是友情 一定要在爱情和友情之间 只能选一个 你选什么 自私一点 爱情 好 来 跟你哥们说 其实你非常的好 我知道 其实我工作当中 遇到很多压力 跟你说了吗 给我一个开导 其实真的是蛮感动的 你真的是非常非常适合 做我的一个好朋友 就是做一个好哥们 我大概明白 你不用再说下面的 我明白 姑娘 世界上好男人多得去 你说呢 我知道 如果文文以后 不用这么多疑的话 我希望他们俩还是过得幸福 毕竟我跟文文 是很多年的好朋友 你们俩也是好朋友 对 很多年 那就谢谢你 你既然已经祝福他们了 我们还是要感谢你 能来 谢谢你 来 请回 这个感情里面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老师们会怎么看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脚踩两只船是很容易掉到河里去的 一个男人穿过两个城市去接女 如果没有特殊关系 从庆到成都 往返七八个小时 而且要瞒着自己的女友去接一个女的 小米走了 我真的非常想问他一个问题 当初民可以做一 为什么要现在做三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而且他今天不是来说明问题的 他是公开来挑衅 如果你们分手 我就接受 所以小文啊 我今天只想送给你一句话 一个男人 他再好 再优秀 如果让你和其他一个女人 共同来分享 他就一文不值 一文不值 值不得珍惜 今天就把它扔掉 管你扔到路边 还是扔到河里 这女人的第六感 真的是非常准的 小文感受到一些东西 其实是真的会发生的 刚刚小米来了嘛 一开始就是说 其实一看她们就知道 觉得有感情的那种 就是她又脱离带水 就是说 我跟她真的是很好的朋友 那如果你真的那么爱一个女人的话 其实你会愿意放弃很多东西 但是她刚刚就一直解释啊什么的 就不肯给一个真正的答案 这样子 所以其实一听起来就感觉是有一点问题 然后其实我真的觉得 这样的男人 其实说实话 绕了可能以后你真的结了婚 还会去找另外一个人 有另外一个人说 我等你跟你老婆离婚吧 我愿意等你 你也会不好受 所以我刚刚听了之后 我都觉得替小文很不值 女孩你其实应该吸取两个教训 第一 你发了一个原则性的问题 就是你把自己男朋友所谓的好 全都说给你的闺蜜听 要不然她怎么知道 她在家里老做家务呢 她怎么知道 她有这么多优点呢 让她觉得 哦 我失去了一个宝 所以她想追回来 第二 不懂你现在这个男朋友 是否真是你想要的那种 因为有的人真是不怀好意 包括你这个男朋友 对你绝对不忠 背着自己的女朋友 那天晚上没回家 你去哪了 干嘛了 我接到她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一点钟了 接了她之后 把她安顿到酒店 之后我自己在找朋友 在朋友家睡的 几点了 你接到她几点了 跟她安顿下来几点了 你又找什么朋友 几点了你去自己要住下吧 就是为了证明这个问题 其实我自己是留了一条后路的 还有后路 哇 都想好后路 多整密 我高中的宇文老师是住在成都 当天晚上我是在老师的家里面住的 你怎么说一套是一套的呀 我就是怕你不相信好吗 我就是怕你不相信 怕我说我和女朋友 前女朋友一起怎么怎么的 其实我现在都不纠结这个问题 女孩听我说啊 兄弟 我觉得你是不太轻松 因为你撒了一个谎 你要不断地去圆谎 何必呢 做人何必如此不轻松呢 所以兄弟 要让自己轻松 最唯一的一个做法就是坦荡 我相信你没有跟那个女生晚上发生什么 但是我想问的是 你明明知道她是个醋意大发的女人 你为什么那么想去接你的前女友 一个承诺 什么承诺 做一件我力所能及的一件事 你力所能及的事 是 你所指的承诺是在微信上答应了她是吗 是在我能力范围之内 除了 你跟她做过这种承诺吗 你说只要是我能力范围之内 甭管我们分了手还是没分手 我只要能做到我都会去帮你 这只是一件事 是这样子的 之前她做过一件事情 让我特别特别感动 谁 前女友 做了什么事 就是这个 说啊 她做了什么事 让你特别感动 你说啊 这个 太多太多细节了 太多细节了 情感上面的 和她有关 我不想在这个 你现在的爱人是谁啊 但是我这样告诉你 我绝不认为你去机场接她 是一个所谓的什么承诺 你要是真正的承诺 对你的前女友好 真正尊重这两个女人 你就应该清清楚楚地对待她们 我开始我还 我说的 我总是阳謀 你们如此 都要有什么 静止 我不是 你 她才能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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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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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听到男生一个人的表白 两位交换一下箱子吧 来 请关门 我们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5 4 3 2 1 请开门 这个球oufl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